拿著小籃球投下三個必須要的籃框 台灣女籃傳奇錢維娟和國健署署長吳昭君 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民 一同呼籲國人重視逼肝相關疾病 別錯失妨礙契機 我剛好也是太遠 我就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好隱藏的 而且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很健康 而且這個健康不是我自己說的 而是我真的是大概至少超過20年時間 我就是每半年跟我的醫生見面 然後抽血 然後照超音波 然後我的醫生對我很好 他還幫我驗了特別多的東西 那現在對我來說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簡單很輕鬆 是因為這一次我才知道了這麼多的數字 我才知道我就是這個斷層世代的其中一員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叛逆的球員 運動員 我在小時候我就是常常去對抗這個體制 就不能染頭髮 不能燙頭髮 這些我都非常地不遵守 對 但是很奇怪 醫生說的我還蠻聽的 好奇怪 所以我就一路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覺得就是固定的追蹤做這些事情 對我來說是很稀鬆平常 所以在這邊真的要這個強烈的呼籲 真的做這件事情其實真的並不難 那其實V肝的防治並不亞於吸肝 我們從早期的V型肝癌的疫苗的注射 到媽媽有這個感染V型肝癌以後 因為我再出生二小時都要打太陽蛋白 那麼一直到我們從健保開始的時候 就有V型肝的一個服務 那麼我們一百年開始大量在推動 那麼從九十八年開始 那有沒有又擴大所有的範圍 我們民眾只要滿四十五歲 那原住民只要提早到四十歲 到七十九歲之間 我們都可以中間提供一次的V型肝的一個篩檢 所以政府我想在推動相關的 從疫防到篩檢的工作 那都一直要持續來進行當中 那剛剛提到了我們做了這麼多事 好像都還有不足的地方 都還是要我們持續在努力的地方 那偏偏我們肝臟平常 就不會告訴你我哪裡痛苦 因為它沒有症狀 如果沒有透過篩檢 那麼你是沒有辦法知道 你的肝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它不會主動的告訴你 等到告訴你的時候都已經比較慢了 所以我們還是強調在早期的 這個預防跟篩檢的重要性 這個是一定要告訴大家 那我們一年剛剛提到的 主持人講的很 一年大概發生率就有一萬人九百多 但是死亡的肝的死亡的一年超過一萬兩千 是所有癌症裡面死亡最多的就是肝臟的疾病 當然包括慢性的肝臟肝癌 當然也包括肝癌加起來就超過一萬兩千 所以是相當對我們來講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 怎麼樣來降低我們肝臟的這個 它也能夠降低這個肝臟的死亡力 所以呢 但在這些癌症裡面來講 百分之八十都跟VC肝感染有關 它是有感染性的肝臟 所以呢 對於VC肝的怎麼樣預防感染 怎麼樣能夠讓大家 免於這個感染性肝臟的一個危險 那有了感染怎麼樣 我們及早找出來及早去阻斷 感染機器的發生 讓我們肝能夠休息 能夠恢復高健康就非常的重要 台灣1986年對新生兒全面接種V肝疫苗後 V肝代源率降低至0.5% 但肝癌仍高居國人第二大癌症死因 每年約有8000人因此失去生命 但醫達醫院卻發現肝癌患者有高達75% 未曾治療過鼻肝 措施預防肝癌的兩肌 那但是V型單元的比例還是會高 那這些人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目前我發現這些人都是所謂的這個 疫苗半程世代的人 那這些人大概這個每年有超過大概5000到6000人 那每天大概有15個人 那這一群人我們再進一步分析就可以發現 他們三層是從來沒有救育過 即使我們有這種所謂的定期追蹤的方案 那這些人是沒有去的 沒有去的 那七層沒有做固定的追蹤或治療 只有得這個感染 從文明健康署107年健康危險行為監測調查結果顯示 染染病新的公眾有三層是沒有救育的 那這些原因分析起來有七層是自己覺得很好 沒有關係 有兩層是不知道要去看 那可以有一個地方讓他們能夠定期的去看 那一層為沒有時間就醫 所以以後這個應該是在民間像台灣癌症今天我們就 開始要多把力量放在這一群從來沒有去就醫 那公民健康署105年公布的調查 全台有超過500家這樣子的參與這個所謂的追蹤或治療方案的地方 那目前應期接受追蹤或治療的人僅僅只有三分之二 國健署提醒民眾善用政府提供的預防保健服務 45到79歲民眾可免費一次BC肝炎篩檢 透過早期發現避免演變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減少治癌風險 記者汪文君台北報導 記者汪文發變可能 記者汪文君台北報導 記者汪文君台北報導 記者汪文君台北water 記者汪文君台北東 記者汪文君利